1月7日 美国知名华裔政治人物 交通部长赵小兰宣布辞职 她是现任总统特朗普 支持者冲击国会大厦后 离职的第一位内阁部长 赵小兰也是参议院 多数党理校米奇麦康奈尔的妻子 她在给交通部全体员工的信中说 暴徒的攻击深深地困扰着我 我根本无法撇清关系 赵小兰说 她的辞职将于1月11日星期一生效 一位不愿意透露姓名的 政府高级官员说 特朗普对华政策制定的主要人物 国家安全副顾问马特·波廷格 1月6日突然辞职 据称波廷格之后辞职的 是国家安全委员会 欧洲和俄罗斯事务高级主任塔利 从6日到7日 特朗普身边出现辞职潮 第一夫人幕僚长 白宫新闻官员等纷纷辞职 前白宫幕僚长米克·穆瓦尼 也辞去了北爱尔兰特使的职务 特朗普7日在国会正式认证 拜登获胜的大选结果后 与凌晨发表声明承诺 将在1月20日有序过渡 部分目的是为了阻止进一步的辞职潮 但这或许难以起到作用 赵小兰曾在小布什政府中 担任8年劳工部长 在特朗普政府中 担任了4年交通部长 不久前接受采访时 她还表示计划工作到1月20日 在今天宣布辞职的信中 赵小兰还表示 她的团队将继续与拜登政府配合 帮助过渡 她反复强调 将帮助已经被提名的 她的继任者皮特·布迪基格市长 承担起管理交通部的责任